你为何在京呢 为了 你呀 胡说 在泽州不辞而别 就是为了赶在九黎大棺之前进京 对不对 而且在人群中 只有你看九黎的眼神不一样 看到九龙的时候 甚至还哭了 这一切组合解释 你就是为这事啊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和九龄公主情同姐妹 所以她的家人也是我的至亲 近日看到九黎大婚 难免激动 再加上方才 看到戎儿在门口 那般孤苦伶仃 心中难免感慨 难理解吗 那元宝这事你作何解释 他可是御前太监 一般人可见不到 再将他做了伪装 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这点确实之前忘记告诉你了 元宝是我随父亲在入宫赴宴的时候见过 还有什么疑问 我总感觉 你有很多事瞒着我 人们常说眼睛最难藏事 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幼稚 今日九龄堂开张 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 不正经 世子爷 世子爷 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呢 看来你看病也有人声讨啊 才不是呢 这些人明显就是有人派来的 诚心闹事 闹事啊 都是陈国公世子朱赞 用不用我让武城兵马司的人来治你们的罪啊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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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脚林面子狠的 你别跑啊 装的 冯大夫 冯大夫 如今事实您看到了 抱歉让您受惊了 真是个渔夫老头 还不承认自己错 柳儿别这么说 冯大夫 是个有义得的大夫 多谢世子爷 可如果他是对的 那你岂不是承认自己错了 这个世界上我一定要分对错 不 立场不同 看法不同而已 站在他的立场上 想想也是对的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京城卖堂人 如今呢 我们九龄堂管账的有了 倒还缺个掌柜的 你一下如何呀 愿意 我当然愿意 得逊 你 秦修小姐 你等等我 姓军的 借一不说话 秦修小姐也等等我啊 你说 这个事跟太医院有关 十有八九跟你治好了定远后亲眷有关 得罪了江太医 之前刘掌柜倒是提醒过我 只是作为医者治病救人是第一药医 你敢挂九龄堂的牌匾就不怕有一天树打招风吗 先不说这个了 你去当案房有查到什么没有 说来也巧 去怀王府治病的还是江有树 而且在病症一栏上写的是 气弱体虚 开的也是一些无功无过的补药 这怎么行啊 这病情不全耽误过去了 是要三分毒 小病也能吃出大病来 是啊 所以这才是那个江有树高明之处 走一步想三步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甚至 他的过 在那位眼中 是功 新帝眼中可没什么容人之量 而且 九龙还是先帝之词 如果不是因为 九龙还没成年 未被立为太子 那个位置 可轮不到他来做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赶紧把江有树给换掉 你跟我想一起去了 我父亲跟孙太医是故交 我想把江有树换掉 请孙太医助阵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信的 只有孙太医了 那此事就拜托你了 九龙的事 九龙的事 哦 我说的是九龙 我自然会伤心 你 你这么郑重其事地拜托我 就好像九龙是你弟弟一样 故人的弟弟自然也是我的弟弟 我义不容辞 不错啊 不错 堂堂世子爷这么闲呢 还不是把太医院惹出什么麻烦 你应付不来吗 哎 换掉江有树 比我想象中要麻烦一些 是他不愿意 还是孙太医不愿意啊 是陛下指定他 给怀王治病 说他医术精湛 江有树这个人吧 审时夺势 自然是明白 怎么去给陛下办事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奇怪 何事 为什么陆云旗 会在旗中转环呢 也想要换太医 虽然 他们最后知道这是陛下授意 才放弃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肯定是能看出其中缘故的 为什么会违背圣意 去暗中调查这些呢 或许是因为九龄公主吧 我觉得不是 如果真的心系九龄 就不会在外面养一个女人了 不符合常理 反正我已经让三兵 暗中去盯着陆云旗了 绝对不会让他做出出格的事情 你别拖我母亲 你别拖我母亲 这么点小崽子想跟我交吧 吴厉官员 她只是一个孩子 你别跟她计较 上个月的税 我很快就能补上她 你今天让我把橘子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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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把税给我交上 不把税给我交上 我就敢上街赚钱 你让我把橘子卖了 我不会把钱补上的 谁多管闲事 你没事吧 小爷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位爷好大的官威啊 我倒要看看 你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世子爷啊 小的哪敢 你对他是不敢 可你刚刚对他们 不是这种态度 他们欠了两个月的税金 还想上街做生意 这不合规矩 我也没法向其他的商户交代 就算是这样 你如此粗暴行事 他们只不过是妇孺 怎么会抵得上你这样的蛮力啊 你谁啊 我 世子爷 世子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古文 好好 让开 让开 世子爷你真厉害 小小年纪就如此有眼力 还不快谢谢世子爷 谢谢姐姐 谢谢世子爷 谢谢姐姐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来 大姐 是最近的生意不好做吗 我记得之前针对你们走街穿巷的小商户 付税标准并不高 这位小姐怕是不知道 标准早就改了 你说的那是先皇时的制度 自当今陛下登基以来 互不把征税降低了 可实际上又多了三个税种 这样算下来 竟是比之前多了两倍之多呢 谢谢 谢谢 不行 这种不顺引民心到处敛财的制度 不能再听之任之啊 你想怎么做 上奏陛下 重新修改附水标准 朱瓒这件事情你要慎重 虽然你认可先皇帝下的制度 可是当今陛下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 你若是公然上奏 那就是薄了陛下的颜面 这件事能不能长不说 你还有可能会被下天牢 行君啊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公道之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是这样明哲保身 先皇定下来的制度 我是好 有目共睹 但是我一人 跟天下百姓相比 孰轻孰众 显而易见吗 怕惹祸上身 那就躲远点了 朱瓒 先皇虽然已不在 但是他为百姓定下的制度 深入人心 被人纪念 被人认可 先皇 是被百姓记住的